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处于遥遥领先地位 看着网络上传出来的航母照片 每个中国人都是满心的骄傲和自豪 特别是航母上那款期待已久的新型雷达 简直是意义生亏 这款雷达就是我国研究了很久的神秘战机及邀武帝 关于这款战机的详细数据资料 我们并不能了解到很多 但是只从观光公布的照片来看 这款战机就绝不简单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且听下面的分析 但从照片中就可以看出 殿15D是在殿15的基础上改进得来的 大家的电子雕仓 同美国的EA18G基本相同 而且使用的是拥有强大的传输保密性 精确的搜索能力 和优越的抗干扰能力于一体的数字阵列技术体质 同时足够大的正面面积 能够保证它对天空领域的搜索距离不会低于500公里 在海面的搜索距离不会低于120公里 这么强大的数据 再一次显示出这款雷达的优越性能 也为我们带来了新一代的顶级舰载机 那再来看美国的这款EA18G 据传闻它的电子战性能极其强悍 曾在与澳大利亚的F22模拟演习中 数次击败对手 并且在这场演习中 快速掌握了对抗F22的关键 而中国的殿15D与美国的EA18G性能极为相似 换算之下 殿15D如果与澳大利亚的F22来一场模拟演习 完省是注定的事 而且我国的肩负15是属于重型战机 体型比美国的EA18G要大得多 所以可以肯定 殿15的升级版G15D也是重型战机 大体型不仅可以让G15D拥有更大的基赛伟达 更远的探测距离和更高搜索多目标的能力 还能让他拥有比美国的EA18G更有优势的搭载能力 面对这样的中国肩腰5D 澳大利亚的F22感到压力山大 一点都不奇怪 去可靠消息 再过不久肩腰5D就要完成健上事业了 F22和EA18G 你们准备好了吗